今天我們要學的是 飯店跟飯店有關的日文 那大家都去日本住飯店 那有哪一些跟飯店有關的日文呢 比如說兩天一夜怎麼說 還有行李怎麼說 鑰匙怎麼說 那我們就一樣先學一下 跟飯店有關的基本單字 然後後面用這些造句簡單的句型 首先第一個 ホテル 這個是飯店 然後這個是西式的飯店 第二個 旅館 旅館是比較日式的旅館 就是房間可能是畳的那種 叫旅館 第三個是民宿 民宿 好 這個是個人的那種民宿 OK 那第四個 Guest house Guest house 好 這個是就是被包客產用的那種 便宜的飯店 有時候就是一個房間有很多床的那種 OK 然後接下來 シングルルーム 好 シングルルーム 好 シングルルーム是單人房 好 ツインルー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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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ツインルーム是有兩個小的床的那種房間 叫ツインルーム 好 ダブルルー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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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ダブル就是雙人 所以有一個比較大的雙人床的房間 叫ダブルルーム 好 好 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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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室是有畳的房間 叫和室 和室 那游室是就是西室的那種房間 好 朝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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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是富的意思 所以就是含早餐的意思 好 OK 一泊二日 一泊二日 就是兩天一夜 好 這邊注意 跟中文是相反 所以 特別注意哦 然後 通常一泊二泊 前面是一二三 一泊二泊三泊 這樣唸 但後面 是跟日曆一樣的唸法 一泊二日 二泊三泊四日 四泊五日 好 所以後面的唸法 特別注意一下 OK Front Front 好 Front是櫃台 然後 通常公司的櫃台叫 受付 但飯店的話 Front 比較多 好 Room Key Room Key 就是房間的卡 就是鑰匙 對 然後最近是因為 很多鑰匙是卡片 所以 Room Card 也可以 Room Key 都可以 好 好 ニモツ 就是行李 好 然後 從 這邊是 凍子 予約する 予約する 就是 訂 好 宿泊する 宿泊する 是住宿 宿泊是名詞 然后就是后面接する 泊まる 泊まる 泊まります 也是住的动词 なくします 就是椅子 調子が悪いです 調子が悪いです 就是状況不好 就是有一些东西 有点怪怪 就是说調子が悪いです 預かる 預かる 預かる是保管的意思 OK 那今天用这些 就是稍微练习一下 简单的句型 那我要定担任房 它的日文是 Single roomを予約します Single roomを予約します OK 那第二个 这个旅館是 两天一夜 寒早餐 三千五元 它的日文是 この旅館は 一泊二日 朝食月 三千五百元 です OK 就是两天一夜 就是一泊二日 寒早餐 好 寒早餐 朝食月 OK 那第三个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帮我保管行李 这句话就会常常会用到嘛 好 他也有很多说法 那今天我就讲两个说法 好 第一个 荷物を預か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荷物を預か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預かります 保管的提醒是 預かって 那后面くれませんか 是可不可以帮我的意思 那可不可以帮我的意思 提醒じゃくれませんか 还可以说 还有其他的方式是 提醒じゃもらえませんか 整句话 この荷物を預かっ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この荷物を預かっ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也是可以 OK 那第四个 不好意思 我要是弄不见的 有时候会这样 好 那他的认诺是 すみません ルームキーをなく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すみません ルームキーをなく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なくします 就是弄不见 那 てしまいます 是就是有一点不小心的那种意思 好 那最后 电视有一点怪怪 可不可以过来 帮我看一下 比如说到房间 电视怪怪的时候会这样 那他的认诺是 テレビの調子が悪いので 也是可以 OK吗 今天我们学的就是跟饭店有关的日文 好 那 大家去日本 现在很多 饭店的人都会讲中文 但是 大家都去了日本 还是先用日文挑战看看 然后就真的很难过通的话 用英文或者用中文 这样也可以 当然就是尽量用日文 OK 那就今天的课到这边 拜拜 另一个人 然后一下 都会有帅 有点 你 走 快点 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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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